我先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那77万的高端战士 很多人都说你们是白老鼠 我要很遗憾的告诉你们 你们其实连白老鼠都不如 为什么 因为白老鼠至少是做实验 人家是有数据是有追踪的 在白老鼠身上发生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会记载的 这77万人有谁去追踪过 他打完之后怎么样 没有人追踪 所以你连实验都没做 你连白老鼠都不如 事实是这样 而且我再告诉你们 一个更残忍的事情 你知道 国际不认证 所以说你打两极高端 你一样要去隔离 不然你就要打其他国际疫苗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打的不是疫苗 至少国际上不认为他是疫苗 对不认为他是疫苗 对 在国际的看法 他跟生理时间水没什么两样 在他的看法是一样 所以我们有一位名医黄高斌 不是才出来讲吗 他说没关系啦 不会有什么东西 你就当做你没打就好 名医都讲出这种话来 所以表示名医也认为他是生理时间水吗 这个是打在人体内的东西 你打的作用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然后现在国际上就是不认为你有打 我就不认为他是疫苗 不知道他是什么 但他不是疫苗 然后我们自己说他是疫苗呢 可是你也提不出保护利益的数据出来 所以他就完全是一个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陈时中间会告诉我们说 美国的做法怪怪 我觉得你才怪怪的 莫名其妙到几点 美国的做法哪里怪 美国的做法其实非常单纯 他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认真的疫苗我就接受 就这样子而已啊 不是吗 所以 连大陆的科兴跟国药他都接受了 对 那 如果你要说美国怪的话 那你自己也很怪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接受的标准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接受世界卫生组织接受的标准 所以我们没有接受古巴的疫苗 也没有接受俄罗斯的疫苗 所以你的标准跟美国根本一模一样 结果你说人家很怪 嗯 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是到底是怎样 陈时中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全世界都在告诉你 高端一定不会被人家认证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做完实验嘛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 我 我到现在老讲刚伟汉说 有没有专家能够说出来 再打两剂会怎么样 不会有人知道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做实验嘛 真的没人知道 根本没有人做这个实验嘛 所以怎么会有人知道呢 说真的 现在如果有哪个民意赶出来说 打完会怎么样怎么样 那他要不然就是 就是key down 通灵 要不然就是他是先知 不然我想不出有任何一种 符合科学的可能 他凭什么讲这句话 因为没有人做过实验 我一直很质疑的就是 我们到现在没有开放混打 对 AZ混BNT不行 AZ混莫德纳不行 怎么样都不行 结果你高端马上就开放了 奇怪了见鬼了吗 那如果 疫苗可以这样随便开放 那你之前那边撑什么 那你就直接开放AZ混打BNT 混打混蛋 你也不用做实验啊 你告诉我们要做实验 我完全同意啊 本来就应该要做实验啊 因为这是要打爱人体的东西 那为什么高端特别不用做实验 是怎样 是反正就好像刚刚伟汉讲的那样 出国人也很少嘛 那如果你这时候要出国就各安天命 是这样的意思吗 就大家赌命 不然的话你怎么 你身为一个防疫指挥中心 你怎么可以说不做实验 就直接说可以混打呢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质疑说 这不叫混打 加打 其实有人说叫重打 有人说叫加打 其实 那高端 高端不可能不打了是不是 他不可能不打嘛 就要打的人还是可以继续打嘛 还是可以继续打 不会说停打嘛 对不对 其实我告诉大家 真正的概念是什么 因为我刚刚已经跟大家沟通了一个概念 就是国际上认为他根本不是疫苗 所以你也不是重打 重打 你也不是混打 你第一次打疫苗 如果你现在要打的话 你现在如果要打BNT 或莫德拉或AZ 你是第一次打疫苗 因为你之前打那个不叫疫苗 这才是恐怖的地方啊 那我觉得当国际亲爱认证他不是疫苗的时候 我们的防疫指挥政筑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国际认为你这不是疫苗 那你到底在国人身上打了什么东西 你都不用给我们赔偿吗 大家不要忘记打了高端不是全部人都没事 有人出现要害反应 而且好像死了三十多人 有人过世 那请问一下这责任到底算谁的 你防疫指挥政筑推荐的可能是一个毒药给人家打 只是这个毒药现在还没发作 就好像施老师刚刚讲一样 也许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 他在人体突然出现反应我们怎么知道 没有人知道 然后更何况现在 你高端打了两季的人 现在要加打其他的东西 我请教你一下 加打完之后 万一出现问题算谁了 对 到底算谁了 对 你防疫指挥政筑有一个 符合科学的说法吗 完全没有 不管庄人祥也好 陈思忠也好 你们就是用灰的 差不多啦 这样可以 应该没问题 科学可以这样玩的 这是人的命 你们开什么玩笑你们 所以我觉得整个角色完全不是按照科学的指引 防疫指挥中心本来是最应该按照科学 他应该排除掉所有政治其他的一届的考量 因为他只应该相信医学 只应该相信科学办事 结果我们的防疫指挥中心从头到尾相信了就是神棍 就是意识形态 就是每天像邪教一样不断的散布一些奇怪的谣言 这样是对了吗 我也觉得很奇怪 高端之前一直讲说时间来不及啊做完 那请问一下 10月28号他本来应该要解盲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解盲 是啊我刚刚就在讲啊 对啊 为什么数据不能公布 然后前两天突然之间他又发布在某一个期刊 听说还蛮有名的期刊说 根据那个他们的论文显示啊 高端的中和抗体应该不错不错不错 好也许不错我不懂医学我不知道 那如果这么多专家都愿意帮你背书 那你数据为什么不拿出来看看 你的第二期到底是做到怎么样 为什么没有解盲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不能公布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见鬼了嘛 我觉得这高端弊端重重 监察院拜托你们这些监察员 你们平常会吃点死也就算了 这时候人家要你的命啊 你还不跳出来啊 不要忘记这77万人 绝大多数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你们都害死你自己支持者的命啊 你们这些人是怎样 真的是韭菜被人家这样割了就算了 拜托出来讲一下话吧 查一查高端到底发生什么事吧 人命不是这样乱玩的 指挥中心现在还是重申说 其实承认高端的国家维持四个国家 也就是贝里斯还有纽西兰 可是纽西兰叫算吗 纽西兰进去不是还是要隔离14天吗 不是纽西兰这个根本不叫承认 对呀 纽西兰基本上就是放推 对 我所有的我不管你有没有打疫苗 我全部就是隔离14天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他基本上 那根本跟高端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政策就是这样子 只要你隔离14天就可以进来就这样 对 那这个叫做允许吗 你不觉得很好笑 那我们台湾也等于允许全世界各国都进来 是啊 因为我们也是隔离14天 不就是这样吗 你讲这到底有什么意思 那贝里斯很无聊 人家都还没有确定的 对还没有 你现在立刻把它列上海 你们不觉得自己很无聊吗 你请问一下四国跟两国差别在什么地方 而且这几个国家还真的都不太大 所以你到底去争这四国六国两国干嘛 就算六国好也怎样呢 我去讲一下贝里斯有差 因为贝里斯是中南美洲唯一讲英文的 很多台湾人要跳机到美国去的时候 都到那边去 然后你也知道很多人被骗去买了一些 弄残啊 找着地嘛 我知道贝里斯其实很多人在那边 贝里斯很多人在那边洗钱 我知道 但是 不是 重点是 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就是不认同你嘛 就是不让你去嘛 就这是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嘛 我觉得 庄儿领祥或是陈时中 你应该要针对这个问题 你要怎么解决 你刚 我刚听不懂耶 什么叫只有去美国的才要补打 而且就说这个部分还是尊重医生评估 倒霉的医生 诶 请问一下 美国跟欧盟现在对高端的态度不是一模一样嘛 那为什么去美国要补打 去欧洲就不补打 就问一下什么意思 完全听不懂 然后 彬哥他现在是这样 因为美国已经从10月8号开始 他一定要打货这两季的人 才进得去 这7种对有的还没有 他等到陆续都会开始 美国现在说 没有打这7种疫苗两季的人 你根本不能进来 对 就算你愿意14天被夺离 你都不能进来 对对对 所以去美国才一定要打 对 但是人家很快也会规定 而且据我所知 欧洲很多学校 因为我们很多是学生要去念嘛 欧洲很多学校就是你没打完两季 你不要给我进来 对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那请问一下差别在什么地方 根本就没有差嘛 然后我觉得更扯的就是叫医生去评估 对 你防疫指挥中心 你们至少你要医生去评估 你要给他一个诊责吧 就是打完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 什么样的人能打 什么样的人不能打 你要给他指引 他才能够下判断啊 请问一下这医生要怎么下判断 你们就完全甩锅给医生了 那我跟你讲 我如果我是医生 我百分之百告诉你不行 因为我不要担这个责任嘛 我干嘛 我疯了 万一你打得出人命我怎么办 是不是 所以你这不是 把自己不愿意担的锅 烫手山芋去丢给医生吗 你们为什么做事情都是这样不负责任的呢 其实防疫指挥中心 应该是现在立刻紧急发动研究 对 赶快做实验 看看这样混打之后到底会出现什么状况 赶快去做评估 然后你要赶快积极跟高端联系啊 你知道高端现在是怎么样一个地方 你知道 就是高端 假设他是卖汽车不是卖疫苗的 哇 我这台车多棒多棒 全世界最顶的佩佩 什么都是最顶的 但唯一一点哦 他那个政府没罚给我指导 他不能上路 白搭 白搭 对 然后我积极跟政府沟通 那问题高端现在出来解决啊 这来讲全世界最急的人 应该是高端才对 是啊 无声无息现在 因为你的药现在国际不承认啊 你应该要积极跟防疫指挥队联系 我们是不是 你要主动提出来说 我们赶快做实验 然后做实验之后 赶快取得国际的认证 让他可以在国际上通知 而且这不是一个很基本负责任的态度 才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可是高端现在摆明是放推啊 你不觉得吗 他就是啊 国际总有一天会认证 大家不要急 不要急 你是要我们等到天荒地老吗 然后你现在在巴拉圭 那个一千人好歹也是个实验嘛 请问一下实验到底怎么样 没下文 也不知道 当然啦要追踪没有那么快 因为这个实验随便都几个月 他现在可能也 因为我记得好像 两三个月前才开始嘛 所以可能也没有那么快 那你好歹等这些数据出来嘛 那现在你防疫指挥中心 突然这样搞一下 请问一下大家怎么办 全部都慌了 当然也许真的人不多 真的是人不多啦 就是打高端又有出国需求的人 可能没那么多 可是好歹你也是人吧 理论上来讲 防疫指挥中心的职责是 就算一条生命你也不可以忽视啊 你也要保住他不是吗 你也要在最安全的方式下 给他指引不是吗 结果你们现在好像一副无所谓的 随便啦 就这样好了 那我觉得要安国人之心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呢 因为现在有打两季高端的 我们知道的蔡英文嘛 赖清德嘛 嗯 你们两个一个打两季莫德纳 一个打两季BNT 那另外还有没有一个 再来一个 陈建仁还是谁 看看会怎样是不是 对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啊 对啊 不然呢 因为你们防疫准备的东西 都出了这么安全 那你总统副总统 之前打高端不是很神勇 那现在再来啊 打世纪看看 你们自己先成为新世纪福音战事啊 对 再来让民众考虑要不要打 不然的话你怎么说服民众 去打这个东西啊 人命不是给你们开玩笑 因为本来正常的国家 都是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你会拿一个疫苗是国际认证 我就让他进来 那陈时中为什么没想到 他认为不应该是 以这个为唯一标准 对 他说应该是 我们台湾跟你交情这么好 对 你应该放一下水 看一下人情就居然没办法 他说怎么会单用疫苗做标准 你有病啊 这是关系到 全美国人生命的事情 你以为要不要跟你开玩笑 对啊 所以你怎么会认为说 这个东西可以 弄个人情就混过去呢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拜托你是防疫中 一直会关耶 那难怪你觉得 你那个影片里头 明明那个人都会 快跟你抱在一起 你还说那个距离应该至少一公尺 这种话你都讲得出来 那胡说八道嘛 不就是这样吗 其实 全世界都已经摆了名的 就知道 我们已经讲了几个月 高端一定很难获得认证 因为没有获得认证的理由嘛 如果你高端这样可以过的话 以后拿个笨蛋 神经病疫苗场 他要去做三级 大家全部给你做一级 然后直接就上市 争取政府EUA了 你以为国外这些游说团体 这些公干公司的势力 会比你小啊 我们国家护航高端 你护航到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步 而且他还不是个国营公司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 这一种东西都可以护航 连过期都可以护航 叫安定性测试 而且我补充说明 那个超商买牛奶 那个超商的经理出来跟他讲 我们这个做过安定性测语 没问题 你再回 哪位最后一个月 出事我负责 就是啊 什么跟安定性实验就可以了 我看这个人找了 被抓紧他局了吧 不是吗 而且我说真的 如果这是一个非常珍贵 我们再也无法取得一个药物 你做这样的安定性测语 也有道理 这现在是多到每人要的一个东西 你为什么要做安定性测语 不是吗 根本打不完嘛 那个东西你干嘛做安定性测语 你拿新的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你要把旧的一直留在这边 到底要干什么 对啊 我讲的难听一点 你现在要送都送不掉了 你讲实话 现在你问世界上哪个国家 愿意接受这个东西 因为他是摆明的国际不会认证 那这些无聊的国家 我打两针挨两针还冒生命危险 到最后国际不认证 我疯了我 所以根本没有人要这个东西嘛 那你展颜他干什么 不是 而且他又搬出说 比照莫德纳还有BNT 他说解冻从五天延到一个月 这是跟莫德纳BNT一样 所以只要出示 高端只要出示安定性实验就可以了 很安全 我觉得这真的是 他们其实从头到尾只想干什么 他们只想减少高端的损失 对 只想减少高端打不完的窘境 所以就一直摆在那个地方 你做这个东西到底干什么 高端不是你家开的公司 奇怪了 而且我讲的那个一点 高端也不会亏了 因为我们钱早就付了 对啊 这些钱都是付了 我们已经触定 我们已经触定当冤大头了 然后我们已经当了冤大头 你现在还要来害我们的命 要拿一个可能过期 可能会出这些状况 那个给我们打 我并不是说过期一定会出状况 我自己也干过这种事 我把我有一次饿了实在受不了 我把冰箱球冰个五年的冰棒拿出来吃 五年 五年 那有什么不一样吗 也没什么不一样 哈哈哈 楼下就有便利商店了 对啊 我就懒得去 因为那时候我坐在山上 外面下大雨会懒得出门 哦 是 我就把他拿吃也没怎么样 但是如果怎么样的话 那是不是有自己犯戒 不就这样而已吗 但是现在民众是什么 是你没有告诉他说这批可能是 可能是过期的东西 然后你就在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 继续给他打 那全家万一出了事 你们现在这个该死的药害救济委员会 要倾向于不赔偿 你们明讲倾向于不赔偿 那打了 除了状况的人找谁要 找谁申冤啊 所以真的不要开这种玩笑 高端已经是个没有人要的东西 没有人要打的东西 不需要做任何的展颜 过期就把他丢掉 叫高端继续生产就好了 我们还那么多扣打 你急什么 还几百万劲保证你打不完了啦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